大家好可能很多话也会发现自己去花卉市场 或是去网上购买的长寿花 它的底部的这些叶片非常的肥大 但是自己家庭怎么养都养不出这么肥大的叶片出来 即使想要养出比较肥大的这个叶片呢 我们要满足三个硬性指标 首先第一个硬性指标呢 就是你的长寿花呢 一定不能是老庄 什么是老庄呢 就是底部的静感呢 已经出现物质化才叫老庄 老庄呢它的这个生长活性啊下降 它怎么样都养不出这种大叶片出来 那么我们很多话也可能会拿这个枝条来扦插 等到扦插成活之后呢 它生长活性非常的高 才能有可能长出这个比较大的叶片 第二个呢就是水肥一定要给足 可能很多话有会担心肥给的太足啊 容易造成土长 但是呢不给肥了它又长不忘 其实一般家庭想要养出比较大的叶片 首先肥呢刚开始我们要给它补足蛋肥来促进生长 一般用蛋肥呢我都是用这个促生长型的营养液 它的这个蛋铃甲比例是30比10比20 它的蛋甲含量比较高 比较适合在它生长前期的一个需求 但是想要避免它涂长 我们后期用肥的话呢要用一些高甲肥 我之后用的就是这个塑效复合肥这种高甲肥 但是呢蛋铃也不缺失 可以避免它出现这个涂长 让它长得比较矮壮如果你想要养出大盆这种那么肥大的叶片呢 其实它是用了这个矮壮树的 你家庭的话呢只是说可能这个叶片呢长得会比较接近 但是呢不可能养的那么肥大 第三个例子是在适宜的温度还要有足够的温差 一般这个大盆养殖啊 它的这个适宜的温度都是在15度到25度之间 而且呢早晚的温差呢要保证在8到12度 我们一般家庭养啊是很难有这种环境 但是如果你达不到这两个条件啊 前面给再足的水肥呢 它也是养不出特别大的叶片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它示意生长的这个温度区间内呢 尽可能的调控好这个温差 让早晚的温差呢在8到12度 这样呢才会有这个养笨的积累 才能够长出比较大的叶片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长树花 如何长出大肥业的三个益心指标 我们下期再见